就現在 今年是二千二零一六年 二零 啊 不是二零一六 今年是二零一九 我還在 活在幾年前 二零一九啦 二零一九再加上五四三 就滅雨就五四三 就二零一九再加上五四三 那就是現在佛力多少 因為我們是以佛祿滅那一年 開始作為佛力源源 其實是這樣 但是你會發現到 有些還是遵照中國傳統的說法 有什麼誕生禮 什麼王 什麼年 不太清楚 那時間到了嗎 時間到了嗎 好 那我們往底下看 來講這個 他說 過去兩千五百年左右 釋迦佛誕生於印度 這個我們說 到底釋迦佛生在哪一年 其實非常多種說法 歷來 有很多種說法 我們說到 這個也是給大家做參考 西利 回利 佛利 西利其實叫做基督 基督紀元 那後來因為全世界同用 所以就不叫做西元或公元 這不是以基督教回族 那基督教的西利 以耶穌出生的那一年 那耶穌到底出生的哪一年 其實也很多種說法 那這個西元幾年 是大概西元五百多年的時候 才確定的 所以以前就有一個笑話 有挖出一門硬幣 裡面寫西元 西元兩百年 哪有可能 西元五百年才確定有西元 西元五百二十五年的樣子 五百二十五年的時候 那麼這個神學家 一個就是迪奧尼修士的 建議以耶穌誕生那一年為公元 那換算起來 規定有西元開始生 已經是公元五百二十五年 就是西元五百二十五年了 所以你要是挖出一個 西元五百二十五年 以前的硬幣那是不可能的 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有西元 其實就是這樣 可是後來再經過研究 其實耶穌 但是 耶穌也不是生在西元元年那一年 不是 如果真的算還要往前推四年 或是推七年 不一定 所以這個 到時孔子生在那一年 其實也有各種說法 這很顯得歷史 真正算起來 今天西元元年 不是真正耶穌出生那一年 唯一 但是他們是以耶穌出生的那一年 為西元 開始 基督教普遍是信耶穌基督的 那回教就不是了 回教不是用穆罕默德出生 也不是用阿拉阿拉沒有辦法 那是什麼 但是用穆罕默德 從賣家遷到賣地那一年 那一年如果算的話是公元西元六百多年 六百二十二年 那一年算回歷元年 就不一樣 他是一生年 那佛歷 以佛陀路面那一年開始 那佛陀到底路面在哪一年 其實總共有七十幾家的說法 你看 總共有七十幾家 到底哪一天 你看南傳的是五月的月圓 北傳的都是四月八號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廢舍且月 就是第二個月 那一個月他是在半月 那半月以前印度一個月是十五天 那半月就是初八 問題是這樣 如果一個月三十天 那半月就是月圓那十五 就變成他有些是換算 就是當時是什麼 換算 換算過來就是 我們講四月初八 那有的過農 現在有的佛陀也很複雜 有的用農曆的四月初八 那這個南傳的統一 都是五月的月圓 那 魏曬戒 魏曬戒 就佛誕啊 那這樣喘的不知道又哪一天 結果還要在研究 基本上就是因為大家看法不一樣 就是因為太複雜了 所以後來在1950年 大家佛教徒全部來集會開會 到底決定一下大家 這個宮殿是大家都沒有問題的 這佛陀太複雜了 就決定一下 婚姻就決定 先要決定佛陀哪一年露面 那佛陀佛八十歲 這個是一致的傳說 沒有其他的意義 再加八十就好了 其實就是這樣 出生哪一年 先決定佛陀哪一年露面 因為佛陀露面有人記載 佛陀出生那一年沒有記載 佛陀露面那一年 阿育王有記載什麼 比較有多記載 佛陀什麼時候出生哪裡你會知道 但是他露面是一件大事 出生就不一定 出生只有靜犯王認為他是大事 其他人哪裡會記得 對不對 可是他露面佛教主已經 已經八個往來強勢而已 比較會有人記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先決定佛陀到底是什麼露面 然後佛陀摩八十歲 這個是決定的 再加八十就是他出生那一年 他成道 到底他幾歲出家 幾歲成道 這個也有各種說法 反正眾說紛紜 所以就決定 先決定露面那一年 然後成道那一年 然後就決定出生那一年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一個比較容統性的說法 就是2500年前 就是這樣 印尊老師也是這樣 因為他知道這個太複雜了 要詳細說法 另寫莊篇 一篇文章 印尊老師有一篇文章 專門在探討佛滅紀元 佛到底在哪一年露面 在佛教史蒂卡布教本書裡面 專門在討論這個 印度活教史蒂卡布教史蒂卡布教本書 又是另外一種說法 可見也不容易 好 所以他說 釋迦佛誕生於印度 那如果現在來看 他就不是誕生於印度 誕生於 可能誕生在尼泊爾 就變成是這樣 但是當時那個地方可能也是印度 他是加比羅衛國 他是加比羅衛國 但是他加比羅衛國 他是回摩顏夫人的娘家 在他娘家的花園 他是生在那裡 他不是生在加比羅衛國 他是回天壁城 因為加比羅衛國的禁放王 禁放王是在加比羅衛國 但是他不是生在加比羅衛國 因為他們一個傳統就是 你生第一灘 你要回娘家生 所以摩顏夫人那個時候 是挺著一個大肚子 千萬萬沒有跟著他一起去 他是挺著一個大肚子 要回娘家生 他就在娘家的花園裡面 還沒到還沒到王公 他是天壁城的公主 摩顏夫人是天壁城 也有很多種說法 其實也有很多種說法 這個摩顏夫人到底是誰家的 有很多種說法 然後那麼一般來講 那麼就是他回娘家生長 在娘家的公田花園裡面 無憂樹下生下了釋迦摩 生下之後七天之後就死掉了 就生不到道理天 七天之後就死掉了 由他的可能就抱回禁放王那邊 由他的姐姐 那他的姐姐就是大一道 那據說兩個姐妹 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兩個姐妹同時嫁給禁放王 那一種就是沒有 那是他補養 就他會養母 就是他媽媽 其實就是他阿姨 釋迦牟尼佛的阿姨 他摩顏夫人的姐姐 有的說是妹妹 那就是他姐妹 那誕生於印度 今出家 釋迦牟尼佛到底幾歲出家 統一般性的說法就是29歲 那29歲出家之前他已經娶太太 那幾歲結婚一般來說 那幾歲結婚一般來說 有的說是19歲 19歲娶耶穌陀羅 那個沒多久就生伊羅佛羅 那釋迦牟尼我經過 如果依照金論的記載 他不是娶一個而已 他娶三個 那這個耶穌陀羅 只是其中的一個 但是兒子記載只有一個 就是耶穌陀羅 不是只有羅佛羅而已 而且傳說羅佛羅是 釋迦牟尼佛 六年苦行之後才有的 不是 釋迦牟尼佛要出家以前 羅佛羅已經出生了 已經出生了 那關於羅佛羅的傳說 這個懷孕六年才生出來 那個都是以尼的傳了 後來我們的戒定真相 就是以耶穌陀羅的故事來編的 戒定真相等起從天上 然後緬難蕭在上 這個一直虔誠落在金如號 然後後來有一個耶穌怎麼樣 緬難蕭在上 這個耶穌不是 不是耶穌陀羅 是耶穌陀羅 是耶穌陀羅 緬難蕭就說他 他有慈戒 他沒有 他沒有就是跟人家亂來 這個孩子真的是釋迦牟尼佛的 他六年苦行 你才生小 他說不在你身邊 你還可以生出來 那鐵定是外面的野種 他說如果我真的這個是釋迦牟尼佛 如果我真的是就是 祈禱的太子的 如果不是望火燒死 這個都是傳說的 沒有這回事 只是傳到傳到 傳到最後 也編格地去聽真相說的 你看 其實就是在講這件事 其實這個不是 羅羅在釋迦牟尼佛出家之前 他就生了 那據說有三個 有三個 那耶穌陀羅是其中一個 但是他是第一個還是第三個 但是 基本上就是 我們知道的就是耶穌陀羅 兒子就是羅羅 那一個王子取好幾個飛車 這個是很正常的 這是很正常的 這個 還有就是 釋迦牟尼佛出家 一般來說是19歲的 就是29歲出家 19歲娶太太 29歲出家 其實很多種說法 那麼我們正常性的說法就是 19歲出家 29歲 29歲 19歲娶太太 那29歲出家 那這個 35歲成佛 80歲入月牟 所以羅羅 他19歲出家 如果他20歲生的話 羅羅20歲生 就是取耶穌陀羅 20歲生的話 他29歲 對 羅羅已經是9歲了 或是幾歲了 然後他在6年苦刑回來 6年苦刑15歲 再加上 有可能是過幾年生的步驟 再加上 這個 他成果之後第6年 那可能就沒那麼快 可能就是他 取代了之後幾年都生了 因為釋迦牟尼佛是怎樣 釋迦牟尼佛是 如果29歲出家 35歲成果 大概過6年回鄉省清 那 後來羅羅出家是第6年的 第6年再加上 他6年苦刑12年 然後出家 出家6年苦刑 然後35歲成佛 29歲出家 如果19歲娶太太的話 那耶穌羅羅不知道幾歲取的 因為他取三個 那如果是19歲取 那生的話20歲生 29歲 35歲成佛 那個是15歲 那麼如果在6年後回來 那耶穌羅羅都21歲了 那可能沒那麼大 羅羅那個時候莎弼是十幾歲 還沒滿20歲 所以羅羅羅生應該是在他大概要出家之前 出家之前才生 基本上是這樣 一般來說出家之前就 羅羅羅還很小 可能剛出生沒有多久 沒有幾年 還很小 那所以成果6年 然後再過那年 那個時候羅羅羅10幾年 差不多是這樣 十幾歲而已 還是三年 可能大概就12歲 15歲以內 一定是不滿20歲才做三年 大概15歲以內 所以羅羅羅應該就是大概 釋迦摩尼佛結婚 因為他結婚一般說19歲 但是如果三個的話 耶穌陀羅 附近是19歲的時候就取了 但是小孩子也比羅羅羅一個 基本上是這樣 我記得台灣之前有一個人 號稱是釋迦摩尼佛的兒子 我看過一本書 這個也很奇怪 他說他過去稱是釋迦摩尼佛的兒子 釋迦摩尼佛的兒子不是羅羅羅 不是 因為他知道還有兩個太太 我是另外那兩個太太生的 不說八道 我也學一聽你在講的 但是他知道這個意思 他說釋迦摩尼佛其實有娶三個 我是另外那兩個其中一個生的 說八道 那摩尼佛也沒有記載其他 就算有兩個 也沒有記載有另外兩個有生 沒有 兒子就確定只有羅羅羅一個 他說用這個來扶人 好 我們等一下看 那這裡講到出家修行 他修行其實不長 他從出家到修行才六年 從出家到修行才六年 二十九歲出家 三十五歲成果才六年 實在是個過厲害 六年我們都還不懂佛法 我們從出家到現在三年 他快三十年了 我還不是很懂 六年就成果 當然就過去深蹤的 算是非常快了 非常快 那麼成果之後 然後用四十五年的時間弘法 然後在我們這個充滿罪惡的黑暗世界 有了佛法的光明 他用四十五年的時間來弘法 你看 要到了從 從在普及樹下 他就在想 成了佛之後 他想過要去度誰 第一個要度他兩個老師 兩個老師都怒烈 有沒有怒烈反 就往生了 生到無色見天 你要管我度 再來想要去度吳比丘 吳比丘照顧他的 照顧他大概六年 在修行期間都在照顧他 後來看他不修苦行 就覺得他放棄修行 就不理他了 就不理他了 這吳比丘都是他的堂兄弟 除了一個 除了一個阿諾喬成主 是伯羅門總的 其他都是他的堂兄弟 插電一種 這個阿諾喬成主 他們是伯羅門總的 之前據說有些說是 他是去幫釋迦摩尼佛看相的其中一個 那 他們是發心來照顧西達多太子的 而且他們本來沒有出家 本來沒有在完工快樂的生活 然後進化坊找到釋迦佛之後 在知道西達多太子在哪裡休息之後 就是找這五個人去照顧他 每個都年輕有為 然後放棄自己的享受 皇宮的生活 跟著太子一起修苦行 你看這個也很厲害 這誰願意啊 跟著他一起修苦行 結果後來釋迦佛放棄苦行 他們還不放棄苦行 這個也厲害 這算是道心堅固 原來是沒有要出家的 沒有要修行的 結果被釋迦佛感動 跟著釋迦佛修苦行 結果釋迦佛都放棄苦行 他們還不放棄 堅持苦行 堅持要修行 你看這個心裡也很厲害 也不容易 所以釋迦佛後來也很感念 第一個他感恩他兩個老師 要去做他兩個老師 套伯仁摩尔子阿羅勒佳蘭 結果兩個 兩個實在 老實講 善求福德也很不具足 晚一點 晚幾天死就好了 他們兩個說不定就是初轉法人 而且是定義第二個阿羅漢 可是偏偏釋迦佛成佛的前一個禮拜 前十五天就死掉了 就升到無色戒天 他又不升到玉戒天 玉戒天又可以渡 玉戒天又可以 無色戒天又不行 你看 太有修行就不行 修行就沒有辦法起關照 不能渡 然後到釋迦坡的 慕捏盤都還在無色戒天裡面 都還在禮拜天 沒辦法 你看 音樂 實在是 後來兩個都沒辦法 沒辦法渡 就去渡無比丘 然後再開始 無比丘之後就開始了 慢慢慢慢 就慢慢壯大起來了 一直到露捏盤前一刻 你看 露捏盤的前一刻還在渡眾生 都躺在那裡 要露捏盤 只差差幾分鐘 半夜 只差幾分鐘 要露捏盤 然後 渡虛寶陀 然後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好啦 時間到了我要露捏盤了 走啦 你看 靈命中 不是 不是靈命中 這是要露捏盤 你要露捏 都還在渡眾生 就一生了 釋迦摩利果 就為了眾生這樣 他要露捏 他要露捏盤 就是Gisna露捏盤 那個是很苦的 他之前是用唇頭的共癢 拉了肚子 拉肚子 佛拉肚子也會痛苦 你要知道 走路也會痠 你看 肉貌的東西 那個是最後共癢 沒有再吃 就一直拉肚子 就這樣走走走 很辛苦的走走走走 走到Gisna 因為太累了太疲累了 這個身體受不了 就躺著露捏盤 而且他也有神通 他其實他也可以 他有神通是可以的 你在木劍寧 木劍寧被那個慈障位 打到皮膚都爛掉了 流血流的 照理講 但是他有神通 他用神通力 飛回來 然後還是可以坐著露捏盤 釋迦摩其實也可以 他的神通力比木劍寧更厲害 但是他視線就是怎樣 告訴大家 這個身體 這個身體就是會壞掉 你不要練著 要好好休息 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今天躺下去 那個床躺沒有幾次 就起不來了 時間就到了 100年很快就過去了 我們都活到100年 一下子就過去了 所以要好好把握 把握這個時間 所以他最後 最後 最後 最後要露滅之前 一教訓 最後就是不要放命 他要靜靜 你看 這五濁二世 這不容易 好 經出家修行成佛的歷程 然後在我們 這個充滿罪惡的黑暗世界 叫做五濁二世 有了佛法的光明 這一個世界的佛教 有釋迦摩尼佛來 對我們來說真是恩德無窮 所以我們要感恩真的 我們第一個要感恩的是釋迦摩尼佛 第二個要感恩大家色 如果沒有大家色結集 我們現在不是要聞不到佛法 如果沒有釋迦摩尼佛 發心來這裡 我們不可能有佛法 現在的人幾乎都沒有在一面釋迦摩尼佛 那這個其實是 其實是釋迦摩尼佛開始慢慢被遺忘 其實我們一定要非常感恩釋迦摩尼佛 所以他這裡講 釋迦佛的偉大 不但為我們守尊守盡 十方諸佛也異口同聲的讚嘆 如經上說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阿彌陀經 彼諸佛等益稱讚 這樣我不可實以功德 所以在歸近十方三世佛後面 應該特別離近本世佛 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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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這個 阿彌陀經 十方諸佛讚嘆阿彌陀佛 十方諸佛出廣常色相 讚嘆阿彌陀佛 十方諸佛 也讚嘆釋迦摩尼佛 讚嘆阿彌陀佛是 阿彌陀佛能夠創造這樣的一個世界 那麼極樂世界讓眾生休息 讚嘆阿彌陀佛是讚嘆 讚嘆釋迦摩尼佛 讚嘆釋迦摩尼佛能夠在五濁入世 修寫命義眾生 說此男性之法 你看 我們把這經典拿來看 阿彌陀經讚嘆 阿彌陀經讚嘆 十方諸佛讚嘆阿彌陀佛之後 十方諸佛讚嘆釋迦摩尼佛能夠在這個五濁入世成佛 然後說法 顧眾生 阿彌陀經讚嘆 阿彌陀經讚嘆 我們來看他表達的意思 就是他的內涵 阿彌陀經讚嘆 阿彌陀經讚嘆阿彌陀佛 一切諸佛所覆念經 講阿彌陀佛多好多好多偉大多偉大 但是那最後在十方諸佛叫到阿彌陀佛之後 就講十方諸佛 一樣讚嘆釋迦摩尼佛 人以五濁二思 行齒男性之法 讚嘆釋迦摩尼佛 你看他都會回歸喔 無量壽君 無量壽君 講極樂世界多殊勝多殊勝 然後講完了之後 講說在這個世界修行 齒方世界修行 修行一日 你看喔 無量壽君 持土修行 讚嘆讚嘆極樂世界之後 就是極樂世界有多殊勝 阿彌陀佛多偉大多偉大 讚嘆極樂世界跟阿彌陀佛之後 我們看喔 我們看這個經典表達的意思 讚嘆 成仰讚嘆 極樂世界跟阿彌陀佛之後 讚嘆極樂世界的殊勝 我們簡單寫 讚嘆極樂世界 然後就讚嘆 一樣 他開始讚嘆 他說磁土 他講磁土菩薩 他講磁土修行一日 你看 磁土修行一日 他讚嘆極樂世界 然後施貌極樂世界 有多殊勝有多殊勝 阿彌陀佛多偉大多偉大 講完了之後 最後跟你講 磁土修行一日 聖在他方淨土 行善一百 修行一日 聖他方淨土 聖極樂世界 他方淨土也有 聖在極樂世界 後面就講他方淨土 十天剩下他方淨土 一千年 在極樂世界 在這裡修行一天 勝過極樂世界一百年 修行一百年 你看 就這樣 好 我們再來看 文謀皆經 這個是在告訴我們什麼呢 文謀皆經 文謀皆經有一個世界 什麼世界 眾鄉世界 佛叫做什麼佛 鄉基佛 從此上方過四十二億橫的殺土 那 極樂世界是 從此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十萬億就是一億 過一億的佛土 他是過四十二橫的殺佛土 上方 從此上方過四十二橫的殺佛土 有一個世界叫眾向世界 那個佛叫鄉基佛 鄉基佛 鄉基佛國 是他眾向世界 那麼 文謀皆經 你看 文謀皆經說 講鄉基佛國 多殊勝多殊勝 多好多好 講完了 講完了 稱讚嘆 你看 我們來看這個經典要告訴我們的道理 讚嘆 稱羊讚嘆 鄉基佛土 鄉基 鄉基佛國 眾向世界 佛叫鄉基佛 世界叫眾向世界 拿他的飯來給大家吃 那個飯就很香 眾向世界 這個是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那麼之後 之後 一樣讚嘆 此術 一樣 此事 不是 此土菩薩 讚嘆 在這邊休息 你看喔 講到最後都回過頭來 講 你要在這裡休息 你看 此土菩薩 此土菩薩 一世勞育眾生 一世勞育眾生 就修行 其實一樣 就是在這裡修行 一世 多於彼國百千節行 勝過在鄉基佛國修一百節一千節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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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經 這個都是講禁途的喔 這個都講禁途 阿彌陀佛經 讚嘆諸我說 一定讚嘆四交摩尼佛 叫你回過頭來 要 以四交摩尼佛為主 那麼 無藥壽經 極樂世界很好修行 多好多好多好 但是告訴你 那個是未來的 你現在還沒生到極樂世界十全 你必須 這個裡面修行 剩在極樂世界一百年 十天勝過一千年 為謀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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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基佛國的 多數聖多數聖 鄉基佛國怎麼樣怎麼樣 多好多好 告訴你 完了之後告訴你 你在這裡修行 一世 勝過這一次 他是告訴你 這就是一天 勝過一百年 這一次勝過比國百千年 一百年一千年 這修行 你看 他現在告訴你什麼 這藝術老師講的 修行就是 此時此地此人 此人 我們來看 這個是此時此地 你就在這個時候 就在這個地方修行 你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不修行 你這個時候不修行 你只是 天天想著 要去哪裡好的好的修行 沒有 說國文明軍軍叫行無倉有 生於淨土 這個 阿彌陀佑教 不可少善跟福德義遠 生於淨土 道理是一樣的 國文明軍軍叫行無倉有 生於淨土 行無倉有 生於淨土 如果依这个阿弥陀经 不可以少善根乎的一缘身体 一样 此时此地 那我们来看此人 我们来看地藏经 地藏经就是 其实我们会做佛事 基本上都是从地藏经来 死后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地藏经其实是告诉你 深浅做的 你是从死后做的 那我们来看地藏经 地藏经 若人不作善因 这一生 若人不作善因 多造众罪 眷属小大 唯造福利 这是大小眷属啦 唯造福利 就他做功德啦 一切盛事七分之中 而乃后亦 他要如法才有 不如法还不一定七分之一 而且是之前就要做 往生之前就要做 往生之后再做是这样 往生之后再做是这样 往生之后就要跟他讲 讲英国讲道理 让他 让他回心向善 如果往生之后之前没有讲 往生之后再做就力量不大 往生之后就跟他讲 独对上心给他听 跟他讲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东西 让他提起正念 让他发起善心 然后死后再帮他做 那我们都不是生前都不做 死后再来做 不一样 那你生前做 然后死后再帮他做 生前让他知道 就帮他提起正念 然后让他发善心 然后死后再帮他做 七分之一而来或一 因为他之前不做 所以你在这个关键 让他起善心 然后让他同意 让他做善事 然后你之后再以他的名义做 那么这样七分之一而乃或一 讲完了之后 讲完了之后他讲什么 他说 这个是七乃或一 然后六分功德 生者之力 其他不乃是你做的人 生者之力 就是大小眷属为他做的 这眷属小大为他做的 还是这个人得的 所以你看 以示之故 他讲完了之后 你看他回过头来 此时此地此人 你自己做 你看 你看经典 他都有这个意思 那十万诸佛 葬甘阿弥陀佛之后 回过头来 赞叹释迦摩尼佛 无量寿经 葬甘极乐世界 多数症之后 回过头来 在这里修行 一天胜过你 极乐世界一百人 为某结晶 告诉你相继佛果 多数症多数症 那边的菩萨多厉害多厉害 比过头来告诉你 这里一世修行 胜过那边百千节 你看 那这个在告诉你什么 所以我们 我们就要 好好想这个道 以示之故 你看 以示之故 这些未来现在 未来现在 未来现在 这个男女等 未来现在男女等 善男女善女等 这些人 文见自修 纷纷起活 你看 这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话 纷纷起活 告诉你 你如果有家属往生 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 帮他做功能怎么做 讲到最后 一句话 既然你知道了 现在开始自己做 每一份都自己的 告诉你极乐世界 多数症多数症 多好多好 你要去你要去 但是回头过来 告诉你 你还没去之前 你要在这个世界好好修 这里修一天 升过那边一百年 这里修一生 升过那边百千节 仗叹十方诸我之后 十方诸我 仗叹阿弥陀佛之后 回过头来 十方诸我 仗叹你现在的世界上 更仗叹世界上能为我 更难得 你看 这个在说什么 一样 老师讲的此时此地时 非常经典是这样 告诉你 如果有禁属往生了 你要怎么样 费心费心 讲到最后回头 挂住你 你既然间 你现在要趁着自己 趁着自己知道 健康 听到魔法 知道要好好自己修 可以修的时候自己修 此时此地起来 不过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看这个经典 你看他最后 讲到关键处 他就是给你一点提醒 好 我们就往直下看 所以你看这里讲 比诸我懂 一称赞 释迦佛令我 不可思考 所以我们在归进十方火之后 特别离进这个释迦佛 那这等于归一生 是归一切生 所以我们讲归一生 归一一切生 那释迦佛令我也是神 那么对自己的归一是有着更大的恩等 那是因为他带领你进入这个佛教 或是说他帮你归一 让你进入这个佛教 但是你不是归一 你是归一三宝 你不是归一这个出家人 他不是你归 他是引领你归一三宝的 他与你有恩等 但你不是归一他 这个我们要知道 好 那底下看 这个在讲法 佛之后讲法 至远悲无极 断葬无余玺 三德等究竟 方便是差别 这就是这样 那佛到底有什么功德 那法到底有什么利益 在于古代圣者的战佛法 以三德来战佛 那么这里还讲到佛 还没有讲到法 法要从秋行空虚后开始 那么佛 佛也是阿罗汉 可是佛跟阿罗汉的差别在哪里 大圣跟小圣的差别在哪里 以三德来战佛 那这个三德 佛的智慧究竟圆满 不但绝了一切法的本性 也觉察一切法的特性 那么形态作用关系等等 那么绝了现在 也绝了过去未来 从种种方面 绝了一切法的种种相 所以佛明一切种智 一切智告种智 一切种智 一切种智 一切种智其实就是佛 那么佛也叫做一切智者 众生的苦痛不能解决 无非是余内作怪 其实就是无名 无名原形形原师 其实是无名 无名就是愚痴 无名就是不明白真理 那不明白什么真理 不明白缘起的真理 不明白缘起信空的真理 其实是这样 佛的智慧圆满 所以不但自己解脱 也能以无量的方便善巧来解脱众生 所以我们讲圆满智慧有两种 一种是断除自己烦恼的智慧 这个叫般若 断除别人 协助别人断除烦恼的智慧 引导别人断除烦恼的智慧 这个叫方便 佛有这两种智慧 那么僧文比较有断除 因为他把烦恼断尽了 但是怎么样引导种族断烦恼 这个他不一定有能力有差别 你像舍利佛这一部分的能力强一点 傅容纳这一部分的能力强一点 跟周易潘螺协比较起来 舍利佛跟傅容纳这一部分强一点 但最强的是佛 最圆满最究竟的是佛 引导众生断除烦恼 这一部分佛是最圆满的 阿罗汉就有差别 说法第一的 那么佣利第一的 智慧第一的 神通第一的 各个差别不一样 那当初众生的那一种不太一样 所以佛有无量的善巧方便 这个方便道 方便智 那么这个是智慧的妙用 这是占佛的智德圆满 所以养足尊 两种圆满 智慧跟慈悲的圆满 那这里从三德来讲 那么智德 第二个佛陀救苦的大悲心 那么不限于一人一世一主一地区一世界 而骗为一切世界一切众生一切苦难而发现 那么有点像孔子的毁人无间 那么教学无厌 他教 就是没有 也不会分别谁谁谁 不是 只要能加入他都教 那佛陀利益众生也不会 就是只要有圆的他都度 基本上就三个 第一个 你因缘成熟 他让你得度 善根因缘不成熟 他成熟你的善根 没有因缘的 种下得度的因缘就是这样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佛也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可是没有缘他给你种得度的因缘 有缘不成熟也不得度 有缘不成熟也不得度 所以他让你成熟 所以菩萨是在成熟众生 成熟众生主要是庄园国土 不叫能够成熟众生 主要是这样 那一切有缘的成熟的都得度了 所以他度一切众生 是一切有缘成熟的众生都得度了 那么他是为一切众生 一切苦难而发心的 悲心的生怯 侧骨侧髓 真是无所不用其解 那因为菩萨 像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已经是大悲大怨到了不得了 何况佛 那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这个都还没有成果 还是菩萨 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那佛就更了不起了 所以这是占佛的恩德圆满 已经时间到了 我们要给 有没有人有问题 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大家问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有没有人有问题 就对刚才讲的 公司里面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有没有 没有 我们就细心讲 等到时间结束 有的智慧高而悲心薄 有的重悲爱而不重智慧 有的悲智并重 但由于内心的烦恼 还不能彻底清新 所以算不得究竟 唯有佛 从三个方面来讲 智慧 慈悲 智慧跟断藏 就清新 断尽一切烦恼 里藏 四藏 甚至没有丝毫的余喜喜 我们都知道阿罗汉有喜喜 神异佛有称心的喜喜 必灵切剖期 有慢的喜喜 这个佛也是阿罗汉 但是阿罗汉不是佛 如果从佛这个意义来讲是抉择 不是抉择 菩提来讲大家都有菩提 正觉 但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佛这个阿罗汉 跟其他的阿罗汉不一样 其他的阿罗汉 明显不能做到像佛这个阿罗汉这样 而且就算是阿罗汉 舍利佛 穆建连 布罗纳 大家瑟 屈普廷 每个也不一样 那不是都是智慧断尽烦恼的吗 智慧就是断尽烦恼的能力 可是他已经断尽一切烦恼 应该大家智慧平等 那为什么有智慧第一的 为什么舍利佛可以称智慧第一 明显阿罗汉里面就有差别 阿罗汉里面就有差别 那阿罗汉跟佛平起来 差别更大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你说神通 有的有神通 有的没神通 只能有大小 那个还可以说得过去 可是断烦恼的能力 大家都一样 都断尽了烦恼 都断尽了烦恼 为什么有智慧第一的 明显 这个是什么 他在引导众生这一部会 他能力不一样 他不起烦恼 这个大家都一样 烦恼都断尽了 但是引导众生这一部会 就明显不一样 层次有差别 可是这些阿罗汉再怎么厉害 没有一个跟佛可以比 奴家孔子的弟子里面 最智慧的 最智慧的 是谁 炎悔 炎悔说 成乎其后 孔子走他跟着走 孔子跑他跟着跑 可是怎么样 都跟不上孔子 阿罗汉也有这种训 阿罗汉也是啊 怎么样 孔子佛头这样修 他也这样修 佛头这样持 持戒他也这样持戒 有的甚至佛头的定他都有 但是佛头有十八部共 事无所谓 这些能力 跟佛头比较起来明显差很多 称乎其后 就是怎么追追不上 怎么敢敢不上 没有佛的圆满 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 所以一样虽然都是阿罗汉 都是旧境 但明显的不如佛的圆满 那从另外一个形象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阿罗汉明显有形象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牛四比丘 交换波体 吃东西吃一吃就吐出来 然后再吃进去 佛头说你不要在人间 你到天上去 人间会给人家鸡血 人家谁看到人家吃东西 人家本来吃进去的又会吐出来 你不要再联系来 那人就会给人家毁谤 照恶意 你都不知道你是阿罗汉 可是你经常吃东西 有一个习惯也有 就是习惯不好 可是他这个习惯他也没有恶意 可是你自己不喜欢 可是你会让人家习惯 可是佛头不会 所以那个就是习气的问题 有一个就是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 用习惯很不好 交换波体是吃东西 所以就吐出来又吐进去 那这个就是各个习气不一样 这个毕临切波水有傲慢的习气 这个神力佛有真心的习气 那各个习气不一样 所以佛是没有的 那菩萨基本上就是断这个习气 那么这个是占佛的断德圆满 那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这里 后面才讲到这个习气 那怎么样断这个习气 那习气其实不好断 我们是假有烦恼的习气 汉山大师说修行没有什么 这是改变习气的路 那习气像有路面 那个有路的面 你要把它分离出来是很难的 但是阿罗汉的这个习气是 就是不染污的 就是没有砸染的 不障碍生死的 但是它障碍成果 不障碍解脱 那我们的习气是有烦恼的 不一样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等到这里 占佛的断德圆满 后面是讲什么叫做习气 好 大家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伯道 皆共臣伯道